那另外一個呢 最近大家也熱烈討論的 我們剛剛提到了除了台經驗之外 但你看啊 現在很多的一些國外的媒體就開始說 討論我們的賴總統 他的就職演說 造成的兩岸的關係惡化 接下來呢 我們但你看 日經直接說 接下來可能會發生的場景是這樣 他說因為賴總統不是說了一些 踩中國紅線的話嗎 那是不是美國在背後 幫這個賴總統撐腰呢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好緊張好緊張 所以呢 他說 接下來如果說台灣要進一步的 跟中國降低對中國的依賴 那把兩岸之間的關係的緊密度 再往下調的話 那全球的供應鏈將會一片混亂 還說台灣的投資會開始外流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說法 什麼樣的邏輯 他們在擔心什麼 問問嘉階老師 好 地緣政治風險加劇 我們現在問一個問題 中國的小弟伊朗 的小弟哈馬斯打以色列 有沒有造成全球供應鏈混亂 有啊 所以現在看起來我們回到賴清德的 那個就職演說引起的先外之音 包括布林肯這裡講的要聯合各國 來共同維護台海的和平穩定 所以不只台灣這邊維持現狀 也要確保中國那邊維持現狀 這是他的立場 然後呢 這個有關蓋拉格這個國會議員 他是最近才辭職 他2月22號的時候 是代表那個眾議院裡面 那個戰略競爭委員會主席的身份 來台灣訪問 見了當時總統當選人賴清德 還有立法院長那個韓國瑜等等 然後他是一個算是堅強反共的 很棄質鮮明的一個人 然後呢 為什麼要提到他呢 因為賴清德的演說發表之後 中方制裁他 制裁他 對 關他什麼事 又不是他講的 好 所以總共現在我們問題就在說 賴清德的就職演說 是 美國這邊應該早就已經了解 然後所以賴清德的就職演說 是講給誰聽的 一個人 習近平 好 所以呢 他在測試習近平會有什麼反應 這才是整篇演說的重點 所以他的反應現在怎麼觀察 第一個制裁他 背後挺台灣的人 好 現在我們看一下賴清德的兩岸關係論述 因為國外媒體 其實賴清德的演說裡面 有八成是在講台灣內部經濟產業方向 只有大概兩成是在講兩岸關係論述 可是外媒就是看這個部分而已 好 那麼沒關係 兩岸關係論述裡面 我們整理出三個要點 第一個呢 他延續蔡英文路線 就是叫做不卑不抗 維持現狀 然後追求和平 那這個部分賴清德把它解釋為在釋放善意 就是說我不搞新花樣 的意思就是 就是延續蔡英文路線 意思就是 我不會搞新的那個狀況給你 不會製造麻煩 這樣子 第一個 第二個呢 他提出了所謂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這個也是蔡英文講過的話 只不過蔡英文不是在總統就職演說講的 是在回應習近平 重新解釋 那個九二共識的時候 他強烈的回應 因為習近平或者中方把九二共識講成是一個中國原則 這個我們不能同意 然後賴清德也不提 整個研究室演說裡面沒有提到兩岸經貿交流 沒有提到什麼ECFA這些 這個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然後他大部分的篇幅談台灣的內部發展策略的話 等同於在告訴習近平一樣 就是說我不惹事希望你也不惹事 那個賴清德所謂釋放善意 因為和平不是單方面釋放善意得來的 而是希望能夠交換你也釋放善意 所以他等於說賴清德以他的立場來講 他已經很自我節制了 沒有衝沒有很 就是說不是那個窮州 不是很衝的那種 已經算很節制了 所以他現在要等待習近平的回應 但是習近平的回應 就是制裁了三家美國國防承包商 還有這個眾議員 看起來輕描淡寫 然後感覺上海闊天空 好像沒什麼事發生 到現在為止 國台辦發言人 外交部發言人的講話都是例行公事 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那為什麼會這樣 兩個猜測 兩個理由 習近平優先關注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個人安全 為什麼 伊朗總統掉下來死掉了 然後這個伊朗總統跟習近平 算是關係不錯 兩個人好像互相有交換戒指 那個在吊私生計的現場 找到習近平送他的戒指之類的 習近平現在很擔心 他自己也會出狀況 所以他現在召開內部會議 不是在討論賴清德的就職延送 所以賴清德已經變得沒那麼重要 對 第一個問題 他關心個人安全 因為突然發生這個事情 然後第二個 他其實把5月15號把普丁找來 他們兩個人互相擁抱 再做一件事情 提前準備應對川普的回歸 這才是重點 就是接下來五個多月 大概都要忙這個 賴清德好像沒那麼重要 好 那麼賴清德 他說一開始他是改變台灣 以前從政 現在是要壯大台灣 所以他希望打造 第二座 第三座 護國神山群 所以他現在提出了很多產業方向 包括說要把系島變成人工智慧島 要發展海洋產業跟太空產業 太空產業他提到無人機跟低軌衛星 但是海洋產業媒體不曉得什麼是海洋產業 然後提到五大信賴產業 半導體 人工智慧 軍事工業 安全監控跟下世代通訊 那這些構畫這個產業內容 就是說壯大台灣自己 所以整篇那個就職演說 一個關鍵密碼 沒有寫在上面的 就是這只是第一任的演說 一旦壯大台灣之後到了第二任 你知道他要說什麼嗎 不知道 所以他就接下來就是 埋了一個伏筆 接下來就看他怎麼做 好嗎